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今天的走勢比較差 主要是受到內地方面有多個消息影響 當中包括內地再度出招 限制整體手遊的內容 限制不可以寸改歷史 令市場擔心對於網絡上的遊戲、內容來說 進一步會加以限制 令整個中資的股份走勢都非常差 在早段出現比較明顯的下壓之後 指數曾經跌至2萬6000的水平 不過在收市前,整體的市場也有些反彈 反彈上來,即是沒有在全日最低位收市 最終來講,恒指收市的時間都跌了210點 跌幅是0.79%,收市是26181點 雖然現在並非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但如果你看恒指來講 整體的走勢的確屬於一個比較偏弱的 不排除都是因為指數在7月底最低的時候 曾經跌到2萬4千7百點的水平附近之後 逐步站穩之後,反彈的幅度亦相對比較多 在比較大的跌幅下,指數必須進一步進行整股 我們之前一直都說,市場去到保利加通道的中途 或者是20天線的水平 的確是沒有能力向上突破的 還要等一些比較正面的消息 甚至短期來說,市場開始見到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一直收窄到1000點的水平 才有機會真真正正完成整股 因此,現在看回 整體的市場仍然受到一些利淡的消息影響 而這個星期來說 尤其是比較多的消息 關於一個企業業式的公佈 可能都會在業式的公佈時間 令到市場會轉摧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局面 今天來講,行資跌了下去 國指、科指都一起跌了下去 但是看回成交額來說 一千三百三十九億 又不算太多 即是在顯示這件事 市場跌下去的時間 投資者似乎不是很肯 在這個情況上進行一些 比較大手的撈貨 甚至是拋售 都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信號 去告訴大家 市場跌不下去 尤其我們如果看回 行資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來說 成份股的資金流入 跟之前一個星期相約 即是指數在上個星期去到 北加通道的中續時間回調 沒有觸發到投資者沽貨離場 總是今天來講 整個市場跌了210點 指數的重磅股 尤其是騰訊這些來說 都是受壓得比較明顯 但是看到 全日來講 在這個行資成份股裡面 留下的資金 其實都是在說4億多 若是一個200多點的跌幅來講 只是走了4億的資金 可以這樣看回 整個市場根本 暫時還沒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沽壓 因此都是繼續維持 短期來說 整固的局面不變 投資者都可以繼續 去找回一些板塊 作為一個短期的買賣 當中來說 看上個星期 比較多資金流入的 一些資源類股份 好像是鋼鐵類 銅 又甚至說中鋁 都會在一個短期裡面 投資者可以作為避險 又甚至說 在短期裡面 是贏取一個 比較大幅上升的機會的一類股份